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跟传销有关的话题 这个话题的来源和起源是之前说意大利有400人跑路,滞留不归的 在推特上很多人讨论 然后就有人说,一般也就传销公司干这事儿 然后很多人就提到了天津有个天师集团 天师集团当时在欧洲,法国弄了一万人,到那如何如何,影响力很大 天师我也知道,所以我想到这事儿也可以聊聊 而且我觉得呢,我仔细想了想,你即便在国内也好 你在海外,在美国,传销是华人之间 包括在国内,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离不开 包括到现在我们家还有一堆产品搁那扔着 其实也没用完的一些东西 我自己在国内就接触过 然后呢,在美国呢,我自己刚才统计了一下 我接触过的传销,我身边的朋友跟我来讲传销的项目产品 大概是九种,大概是九种 我列了一下,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就一的堆 就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有共鸣的话题,就聊聊 那么天师集团,天津这个天师集团,现在人家做的也还不错 起码人家没倒下,具体内情咱也不清楚 咱也不能散布人负面消息 我也没人家的黑料,也没人家负面消息 反正一直还挺着干着 天师也是做传销 现在国内都叫直销了,人家不爱听传销 传销这词在国内都臭了 大家都用直销,这词不好听传销 因为传销经常和非法的那些老鼠会,什么非法拘禁 就联合在一块,所以大家都爱用直销这个词了 那么天津那个天师集团,李金元也算是老板李金元 天津的,不知道算不算首富吧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风云人物 这么多年一直还干着 然后前些年呢,我听说的事呢,是他在天津有一个浩大的庄园 可以媲美颐和园和中南海那么大个的一个皇家园林自己建的 这个世外桃园一样 然后后来呢,这件事被北京的高官给听说了 说你天津有个李金元搞这种事情,你算老几啊 你敢在那天津搞这么庭台楼阁宣访的这种庄园式的东西 把他拆了,结果就把他那个算是非法建筑给拆了 这是我听过的一事儿 另外天津呢,历史上还有一叫天津权坚 天津其实传销挺多的 权坚这都比较知名的 权坚因为那足球队出名 权坚也是被人给曝光了 然后后来给抓了查了 但是权坚这件事情呢,划分两头 权坚有他自己的问题 有他自己不合规、不合法的这种营销模式 或者他产品的问题,咱不说 但是在另一方面,打击权坚、关停、查默、抓他的创始人 宿玉辉等等这些事情上 天津政府有很多非法的手段 没收啊,整个充公了、罚款了、抓人了等等 这就属于一种运动式的打压 就整个把这个,相当于抄家式的把他这个全都给抓了 天津就干的这么绝 其实这件事情有很多经不起推敲 以及非法的取证手段和拘禁和抓他们的这些手段 包括他的财产都给人家充公了、没收了、怎么怎么样的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权坚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 当然天津还有一个,天津还有一个武清 我记得应该是武清,武清有好几个村儿是做这个传销的 这个村村,这个村支书也好 七的姑八大姨,这种家达子 就是靠这个起家的人就干这个,是一种买卖,是一种生意 天津好多,武清那边好多这种村儿 我当时还参与过一次营救 当时挺逗 我们有一个朋友的亲戚,他的孩子在天津上学 上学期间呢,跟几个同学呢,被这个传销团伙 就给拐到这个天津这个武清的某个村里面去了 然后就好几天,好多天失联了 后来他们有个同学呢,翻墙头跑出来了 从村里跑出来了,跑出来报信来了 结果家里就知道了,老家就赶紧联系我们这个朋友在天津的 然后我们这哥们呢,他在天津就我们这些朋友吧 就找我们这些各种关系 能不能找点人,咱们去的村里把我那个是什么表侄啊 是什么反正把这孩子给救出来 然后就想办法又联系人 然后他们老家呢,也叔叔大爷坐火车到天津来了 得营救,还准备了好几套营救方案 甚至于当时呢,我们还找到通过关系吧 找到当地的这个,在当地村有点关系的 就是一个一个反正精工超市的那么一个干活的 就是我在那村我知道 然后通过他就知道那村的整个的大概的地形 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我又通过市里的朋友的关系 找到这个市里面有在派出所工作的呀 防暴队工作的呀 听听他们的建议 他们的建议说在当地你必须 我们这属于违规的 我们不能陪你去当地 你必须得在当地报警 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有哪些窍门 告诉我们一些办法 发生什么情况 你打110 然后我可以帮你通过我们的关系协调 提前大号招呼 你一叫人那边可能会直接会支援你们 帮助你们 但是你们自己不能带什么滚棒了 什么铁管了 什么刀啊 这绝对不能去啊 你们带这个就违法了 你们可以去 赤手空拳的 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来又找了一帮 就是社会大哥又找了一帮人啊 从田宁的各个排摊里 找了那些苗龙四风 打长头发 穿着拖鞋那帮 喊喊当当的 也跟着一块 就拿着 咱们骂四 平骂四啊 那咱们俩就一块去了 弄了三辆车吧 因为咱不知道它有多少人啊 弄了三辆车到那去 结果我们到那去的时候呢 那个据点已经没人了 那个据点已经撤了 而且我们带着那个已经逃出来那孩子 带他一块去 那孩子就能感觉出来 我们还在车上问他 我说有没有打你啊 他说没有 就是不让我们走 怎么样 我们害怕 但是他没有打我们 就是威胁他啊 就吓得过枪 又开车带着去 他都不敢进去 我坐车上 我拜拜 我别下去了 我害怕 我说你咱就坐着 然后我们就找人啊 进去 结果我们到那时候 那个据点已经撤了 然后那小孩呢 就我说 营救那小孩呢 已经跑出来了 他跑到这个村外头 一个什么玩的 一个地方啊 收费站呢 是哪儿 反正我们车一到呢 他这个叔叔大爷什么的 我们就下来准备 哎 正好就 他就已经跑出来了 哎 就把他就算是 也没费多得劲 哎呦 抱在一块哭啊 孩子 谁让你们乱跑 你说你外头这么乱 哎 最后给弄回来了 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件事啊 当然 没费一枪一弹 也没有这个发生任何冲突啊 因为人家撤了 而且后来我听他们当地一些以前人在那边有活动的人说 当地人村里就干这个的 就为了一个孩子 你人家没必要跟你发生冲突啊 你你走就走吧 然后人家明天再开你 今天来找人 人家也怕你带着什么什么什么 真真是怕你带着一些关面的人来啊 把人查抄了什么也不好 反正就你你来找人 把人给你放了就完了 明天他再弄别的学生 弄别的孩子呗 反正村里就就这么常见干着啊 我说的这些是非法传销的啊 这这是非法传销 因为在国内传销和现在这个被污名化 就是妖魔化 因为传国内的这种传销啊 他干他很多事情啊 是没有合法执照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给搞臭了 搞搞乱了 其实你说吧 在国内有合法直销的牌照的一些公司呢 有一些还是干的不错的 你比如美国背景的 我知道安利 如新啊 这都我去听过课的 如新的课我也去听过 哎呀 给我顿到那个 弄到天津这个伊兴 不是伊兴府 天津军良城 那儿的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那么一个宾馆里头 当时我也是朋友干的这个 就是当时最早呢 我接触 我说我的经历啊 我最早接触安利 就是我那朋友带我去听课 听课之后呢 我就哎呀 似是而非 有点兴趣也没多点兴趣 但是当时也不太懂 就觉得我就拉人头呗 咱也不懂啊 就拉人头找我 我我我把我们同学登过去 小学同学叫过去 发小叫过去 这块听听课吧 仅此而已 后来就晃晃当当 也就不干了 没怎么干 当然我上面还有上线人 顿着我听课呢 后来就是 我那个上线也不干了 我那上线就去干如新了 又把我想起来了 哎呀还有他呢 又顿着我 又去听如新去了 哎呀我天 我们那哥们就太干这些 然后到如新那也听听 听两天一夜 还得住在那呢 住在那第一天讲课 然后弄那些成功的人士 什么这钻石集 黄钻局 在那两口子上的又走秀又讲 讲人生 讲事业 讲理想 我怎么起家 我怎么干的 我当时如何如何 我现在生活很幸福 这类的吧 然后当天呢 晚上 就晚上 你住在那吗 晚上其实人家呢 还组织这些人呢 在那还叫会后会 孩子在开会 我就烦 然后我就和 这个另外一个哥们呢 我们俩就出来了 其实他 他不是不让出来的 我们就出来 跑外子喝酒来了 然后这个呢 还造成我们那个导师呢 生气了 你看我带你们出来的 我们的leader啊 怎么跑外子喝酒去了 怎么怎么样的 还生气啊 我就觉得对这个组织 我就有点烦了 到这来 我听你 就听你 不愿意听 你凭什么不让我晚上喝酒 你管着我晚上 喝酒不喝酒呢 所以呢 就觉得这有点讨厌了啊 就是后来我就 不怎么去了 然后呢 也买过一些东西吧 就是参与过 就是参与过 捧锅厂 那因为 干这件事的那朋友呢 跟我关系还不错 所以他愿意干的 我也就 凑个人头到那去听听吧 听着 哦是听好听好不错啊 然后呢 后来呢 这个儒欣就不干了 儒欣在干儒欣期间呢 认识一个大姐 那个大姐呢 特别喜欢我 起码当时呢 咱不能说这个小鲜肉吧 还是略有姿色的小青年啊 这么个 然后呢 那大姐呢 瞪着我 那是个北京大姐 然后就 瞪着我 聊项目 聊团队 聊什么模式 聊佣金 反正没事总来找我 我也就应酬应酬 是是是 哦对 好好好 然后后来呢 他转行了 他去做了一个新的项目 他那新的项目叫 我印象特别深 叫高科技负离子卫生巾 哎呦 他把我蹬到一个上岛咖啡 现在天津上岛咖啡都少了 蹬到一个上岛咖啡的二楼 讲 拿着一个小皮箱 小皮箱跨打开 里头一边说 这什么玩意儿 我给你讲一个新的项目 现在我啊 从事了一个新的项目 如新那一块呢 暂时啊 现在不太好推了 所以呢 我做一个新的项目 我这拿的是一级代理 然后咱们这个项目就开始 啪啪啪啪啪讲 然后最后说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开始不告诉我 这什么东西啊 先给你讲一通 这个虚的 以后呢 大前景啊 什么大饼啊 话先说这些 然后我说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他说这是最新产品 高科技负离子卫生巾 哎呦 弄得我卫生巾 哎呀 我说您这我哪能 我不太 我没有说服力啊 我不用这产品 我怎么往外推啊 他说不 我告诉你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 男孩子啊 我们经过市场的印证啊 包括我们男方的团队 我们男方团队里一些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是做的最好的 因为男孩子推这个女性用品他有多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后跟我讲吧 哎呀 后来我听一次 我说是是后来我说行行行我回去考虑考虑吧 后来给我总给我打电话 我说您憋得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我我最近的这个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 后来我直接就把他给删了啊 我把他他他再来电话我就拒接了 然后发短信又不回了 我估计大姐也明也也也感觉到了 我烦他了啊 我就不不想再再搭理他了 那件事也没干 那这是我在国内啊 接触过的 那么到美国来呢 我身边啊 给我讲过的啊 我今天说的内容绝不是做广告啊 但是我是说这种普通人的经历啊 你看我在美国我总结总结 跟我梅林凯啊 这是美国的公司啊 梅林凯有人给我讲过 亚方给我讲过 亚方的总部我还知道 亚方的总部呢 就在迈阿密的这个小哈马那 四十一街是四十街那条街上 一个挺旧的破烂的说不上 挺旧的一个仓库区 我有在那认识一些老的 在迈阿密生活的华人说 这就是亚方的总部 你知道亚方吗 干传销的 我说知道 这就是他总部 哦 亚方大名鼎鼎 就这啊 亚方在那 在迈阿密 梅林凯 亚方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大量去做那个 不是大量 反正就听到过 很多次的叫白颅立纯 是白纯立纯 反正就这个啊 红酒提炼那种东西 给我讲啊 还有美容喷雾 还有这个旅游的传销类产品 旅游呢 其实它有点 类似分时度假 但是国内啊 中国国内的分时度假 大部分都是骗子 因为我们在美国接待过这些 什么分时度假的游客出来的 我们给他20万 然后呢 多少年之后慢慢返线 然后我们可以去欧洲不用花钱 去美国不用花钱 怎么这种一律都是骗子啊 一律都是骗子 都是那些老头老太太上当的 太多了啊 中国没有啊 完全是骗子 这毫无疑问啊 还有呢 在美国给我讲的这个产品 一些新的保健品 让我去囤货的 你拿12万美金 你先囤货 囤完货之后 你再发展这两个地 两个第三个如何如何 他也是讲这个佣金啊 营利模式啊 还有卖金融虚拟币 这种传销模式的 卖这种金 现在不以前有这个比特币 前几年活起来 这也是最近 前几年有人给我讲的 金融一个虚拟币 在加州华人圈里玩特伙 就是搞那些传销的啊 也是这个 还有一些营养食品 减肥食品 我还有国内朋友的 做那种直销 叫什么159 而且现在在美国来说呢 当然世界各地都有 有从中国做的 比较规模大的 咱也不知道是有没有执照 是不是合法 咱们不清楚啊 这些直销 外溢 外溢到国外来的 他把你比如说我知道 就我说 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减肥食品啦 还有什么 厄焦糕啦 还有什么红糖啊 什么螺旋枣啊 反正就这类东西 在美国啊 搞传销的 这个产品 这个公司 这个品牌全都在中国 他把这模式拿到美国来 你在美国卖货 然后还按中国的这种 高额的佣金给你提 你参与我们这项目 我们今后如何如何 但是他在美国有没有备案注册 咱不清楚啊 反正这个是有这么干的啊 这些呢 都是属于呢 这种直销的模式 而且在疫情期间 好多我们旅游业的人 就是去干这些事了 我身边也接触好多人 跟我讲课呀 什么 你有时间来听听我课 我们有线上的课 那是不能聚集 不能见面 我们有线上的课 我给你记忆一点产品 你收到产品了吗 我给你讲讲啊 怎么怎么 哎呀 弄得你 反正也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总觉得这种东西呢 其实啊 不我自己觉得 这个中国人这圈子 干这事是有障碍的 就是怎么有障碍的 就跟中国的这种观念 尤其北方人的观念 有关系 北方人呢 就是这种 有情观和金钱观呢 他有点抵触 你用友情去变现 他不太好说这个事 不太好张嘴 就张不开嘴 你说你跟你关系好的朋友 说我现在有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买 然后你这有什么什么好处 这个那个 你说这么好的关系 你好意思不买吗 你就是哎呀 就是抹不开面子买 我也干过这种事 买我朋友的东西 买就搁那搁着了 也就是 但是我朋友也知道 你也就是捧我个厂 仅此而已 你说我也推不下去 但是会不会影响 两个人之间的友情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 会有点影响 而且中国人的很多观念呢 就是友情这个变现和这个金钱这事呢 是有抵触的 往往是金钱促进友情的 全世界各地有个奇景 包括在美国 华人吃饭 从国内来的 在美国的 或者是国的华人旅游团 旅游的这个什么公共好茶等等 在美国吃饭 大大小小总能见到在餐馆结账时候打鼓 互相打鼓 推推嗓嗓 老外叹为观止 没见过这场景 怎么吃个饭 快结账了 明明他们吃饭的时候 好好的互相敬酒 谈笑风声 怎么该买单的时候 他们打起来了呢 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是争着结账 哎呀你别管 放眼 你别动 你别动啊 你别动 哎呀 行了 你别 就互相打鼓 哎呀 弄得你简直看的 有的时候我都提醒他们啊 我说这个今天咱几位老总谁结账 提前说好了 咱别在餐馆里打呼 老外看不懂啊 咱不要经常就这种啊 互相打 去去去去 呵 又抱着腰啊 推推嗓嗓的 老外真也没打起来 老外呢 往往是该结账时候 比如说AA制 好 有可能是因为AA制没算清楚 也许老外有互相抢 但是为了互相 我来结账 还是你结账的问题 炒啊 或者是打架 推推嗓嗓 他没见过 所以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呢 就是金钱是促进友情的啊 你把这个变现了呢 其实中国人不太适合这样干啊 另外一个呢 合作啊 就是朋友之间就是纯友谊啊 你把它变成一种合作关系呢 其实中国人也是不太容易推进的啊 中国人有的时候 人情社会 他用感情啊 相互之间的友情 代替了这种契约精神 所以当你如果合作 或者是干传销这种事 你契约精神没有 没有之前那种合约的话 往往就形成磨磨叽叽 谁也张不开嘴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问啊 我那钱回来了没有 你这产品行不行 这个我用坏了 那个退厂家怎么说的呀 哎呀 那个钱你付了没有 那货什么时候到啊 等等 会有一些磨磨叽叽的东西 那么总的来说嘛 我觉得传销和直销这种事呢 在国外做的成功的有 我也觉得呢 反正我自己看到的华人身边的华人 大概就这几种类型 一个是听过 捧过场的 像我这种啊 还有一种呢 是参与过各种传销 或者是参与过一次 然后达到过疯狗期 疯狗期过后之后就撤离了 这也是一大块人群 当然有极少部分的是参与过 并持续在做某一产品 而且真心喜欢 现在还在做的 这个非常少 还有一部分呢 是极度排斥 是说什么也不信啊 你说别的 我不信啊 就谈虎色变 妖魔化 对这个东西就完全不信任的 也有 我这个呢 也想做一个 这个问卷调查 放在我这个讨论区啊 这个社区 社区帖里面 大家可以去投投票 看看你属于哪种类型 我相信很多人都接触过 另外 我最后想说呢 其实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做这个直销啊 做传销的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呢 也是一种方式啊 因为在美国的环境有一个跟中国的不同 就是美国呢 它毕竟有完备的法律监管 同时很多呢 有一些产品啊 它确实是有备案的 而且呢 是健康安全有效的这个产品啊 第一个有完备的法律监管 第二有健康有效的啊 合法的这个产品 第三个呢 有合理的啊 可持续的这种佣金规则 第四个呢 有温和人性化的推广方式和职业操守 其实我觉得符合这四点就可以做啊 但是呢 你不要想着我一夜暴富啊 你像中国为什么有时候给他玩偏了玩歪了 就我说这个什么 我说那个高科技负离子卫生巾 都是这个玩意儿 你说他怎么能推得出来 而且我还碰到 你这能讲啊 你能讲 你你你你你你你这个嘴能说啊 你你来做这 我心里想我嘴能说 我也不是干这个用的呀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怎么个理解啊 而且我觉得在海外华人呢 你可以选择慎重选择啊 你觉得这个产品确实好 可以做 你看美国很多公司做的很成功 像安利啊 什么如新啊 这些产品还是不错的 人家这么多年历史的 人家也有人家成功的道理啊 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啊 谢谢